大家好,这是我的球花石壶 这个球花石壶呢,是在去年10月份买的 经过了一年呢,复花了,非常开心 去年买的时候是开一串花,今年是三串花 这是它的英文名字 现在整个植株高大概是五六十厘米 那去年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杆开花 这杆当时还很矮,就开了一枝花 经过一年呢,它长了三个新杆子 三个花枝呢,都是在一个杆子上长出来的 其他的新杆子呢,也有古包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节点处 有稍微鼓鼓的一点 这些呢,都应该是有可能开花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它们没有开 还是说有可能今年还会再开 或者是等到明年才开了 这个还真是不清楚 球花石壶的颜色是非常亮丽的 可以看到它这个黄心非常非常的黄 纯黄色,像淡黄一样 这个视频里看到这个黄色呢 我觉得比实际颜色要稍微暗一点 实际颜色会更黄一些 花瓣是纯白色的 就是有鲜明的对比 它每一串花呢,大概都是二十多左右 那如果是非常大的一株 秋花石壶的话 它有可能会开个十几串 二十几串 开得多的话会相当壮观的 秋花石壶呢 它的花期大概是一至两周 花期很短 它可能就是灿烂那么几天吧 养一年,然后观赏一两周的时间 其实为了这一两周 我觉得养一年还是非常值得的 特别特别的美 秋花石壶是原产于南亚一带 它对光照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在冬天的时候 我是放在室外的 在悉尼可以全年放在室外 冬天也可以放到室外 冬天呢,我是给它全日照的 就是可以有阳光的直射 放在阳光最好的地方 那么在其他的季节呢 就要避免中午的直射阳光了 中午的直射阳光 很可能就会把叶子灼伤 所以中午是要有遮阳网的 那石壶这一类呢 基本上都是需要高光照的 所以尽量给它们提供非常好的光照 这样才能开花多长得好 求花石壶的叶子呢 也是这种的 有一点葛质状 有一点厚 像蜡纸的叶子 它的花呢 有一点点淡淡的清香 但是要凑近了 使劲闻才能闻到 离得远是一点都闻不到的 那浇水方面呢 在冬天浇水要注意 冬天的时候不要浇太多的水 就是要等植料完全干透再浇水 那在其他的季节 在它的春季夏季和秋季 是它的积极生长的季节 可以水分多一点 那我用的植料呢 基本上就是以树皮为主的 在冬季呢 可以稍微浇水的时候 可以用一点醋花肥 让它醋花 一般它就是在春季到夏季开花 在生长季节呢 这新感的长得会非常快 几个月就会窜起来 窜得很高 所以生长季呢 一定要用生长肥 还有光照药明亮一些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